北齐王国已成定局 秦将军 你何不归顺我大洲呢 秦仪 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 你做梦吧 既然你不投降 那你就得死 杨林不会是最强王者 几个回合下来 就打得秦仪有点招架不住 于是秦仪断枪当剪 再次跟杨林打斗起来 可奈何杨林的段位实在太高 自己又没有神话武器的加持 最后无奈败下阵来 被杨林打成重伤 就在杨林要收下人头的时候 叛将高阿谷拦了过来 并建议将秦仪当众卑躬屈膝 威风丧尽 这样才会安稳民心 看哪个还敢造反高阿谷 你这个高贼 次日秦仪就被高阿谷绑在十字架上 高阿谷更是直接当着秦仪的面 收下了秦仪手下的人头 秦仪看得十分气愤 开始问候高阿谷的家人 高阿谷处理完小弟 那就该处理大哥了 走到秦仪的面前 被秦仪洗了个脸 然后开始用鞭子 给秦仪做胸前SPA 打得杨林都看不下去了 起身对秦仪说 老铁啊 要不然咱就降了吧 你的公司都破产了 你还称什么呀 跟着我 他不降了 这让杨林犯了难 虽说这货是个叛徒 可根据日内瓦公约 叛徒是不能被随便处死的 高阿谷差点死于秦仪之手 心中更为痛恨 转到后面 想直接勒死秦仪 可这时 秦叔宝却突然冲了出来 边上的军士抽刀变杀 还好秦安奋力抵抗 看着儿子陷入危险之中 秦仪的小宇宙终于爆发 直接把十字架从地里拔了出来 然后一个猛龙摆尾 杨林健壮 直接提起球龙棒 飞向秦仪 因为秦仪身体被束缚 还没两个回合 就被杨林收下了人头 办事英雄就此陨落 秦安带着母子二人 为了逃避官兵的追击 躲到了一户人家家里 就在秦母打算辞行的时候 却被这户人家认了出来 我认识你 你是秦 不 我不姓秦 你认错人了 看到即将被认出 秦母打算赶紧走 可还是被这家人给认了出来 秦母赶紧就放过 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 我们老百姓报案才对呢 于是秦家母子 就在这安心地住了下来 经过采访 原来这个小孩就是承咬金 边上就是他母亲 不久之后 罗毅接到了大九哥秦仪被困的消息 管令大军三经做饭 五经出发 增援济州 可还没等罗毅动身 就又传来了济州已经吃手 秦仪战死的消息 妻子听后痛哭不已 恳求丈夫即刻出兵 为兄报仇 可罗毅却摇了摇头 把掏出的长枪放回了原处 并表示自己现在抽兵 不仅不能报仇 而且自己还会被团灭 听到丈夫这么说 妻子开始疯狂吐槽 当初嫁给你 看你是个英雄 怎么关键时候变成了狗熊呢 罗毅面对妻子的指责 对于有力的回击 表示自己只是从来不打败仗 怎么才能不打败仗 那就是不打仗 要是杨林打上门 自己就算战死 都要为你报仇 真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可不久之后 罗毅就到了为自己说的话 负责的时候 修龙霸主 今日见得大漠银枪 罗将军的罗家枪法 真是不枉此生 两人英雄相惜 越说越有感觉 甚至想坐下来撸两串 可两人却各为其主 必须分个输赢 两人提香 来到舞台中央 打斗精彩紧张 可罗毅 面对王者级别的杨林 依旧难以招架 罗毅记不住人 多见王爷手下留情 现在身负已定 要绑要杀 所以王爷发怒 而杨林这次任务 不是来收人头的 而是要策反罗毅 杨林 不仅武力直拉满 说服能力 也是王者级别 要不是秦宜 防御属性太高 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击 可罗毅的防御 就差一些 三两句话 就把罗毅 说得归顺的大随 可罗毅 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杨林爽快地 答应了罗毅的请求 而这时候的秦淑宝和陈小金 在秦安的韩寿教材教导下 进步非常快 见到官兵抢抢民女 小淑宝挺身而出 别看小淑宝不大 可搜路两个小兵 还是非常轻松 小兵的头头看不下去了 要亲自领教一下 小淑宝凭借动作敏捷 站了上风 一脚踹倒了士兵 可士兵毕竟力气要超过书宝很多 直接掐着书宝的脖子拎了起来 还好 这时程咬金及时赶到 救下了书宝 程咬金勉强用力气 可以阻挡一会儿 可毕竟 双拳难敌三个人 兵头正还束缚 抽出菜刀 就向书宝砍来 书宝和咬金 把自己杀人的事 告诉给了家长 而刚到家官兵就追了过来 他们该怎么处理 点赞关注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